今晚整案持續向上延收 副市長彭震生認了是柯文哲交辦 檢警不排除靜約談柯文哲 過去曾說帶便當探監的王世傑 也預言柯文哲結局 不止弊案連同假帳宜云 民眾黨查帳至今尚未對外適宜 黨內傳出有逼宮聲音 要柯文哲辭主席 王世傑也給出意見 到現在為止選舉的帳目不清 用這些選舉補助去自產等等 可見柯文哲他擔任主席 他的領導能力管理能力都有問題了 柯文哲的政治能力完全不足 民眾黨帳目不清 甚至被爆料 柯文哲砸了四千三百萬買商辦 和手上持有現金不符比例 民眾黨遭內外夾擊 自家立委反倒把腦筋 動到下個會期 要廢監察院 監察院他功能不足 不值得繼續存在 他的機關的錢 就是應該要砍掉 民眾黨 你是不是只是在轄院報復 在這一整波的事件裡面 監察院的資訊的揭露 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讓你們重傷 含怨報復 一刀要揮向監察院 柯文哲過去把解決問題掛嘴邊 如今白銀爭議不免被質疑 解決的恐怕不是問題本身 而是幫助大家發現問題的人 三立宣言周一致馬月魂台報道